中国南篮备战奥运热身系列赛第二战 昨天继续在河南的永城来进行 中国队是以90比8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迎来了近期热身赛的五连胜 本场比赛主教练邓华德安排丁锦辉 刘伟 王世鹏 朱芳宇 意见联首发 开场之后 中国队投手们手感不错 王世鹏 刘伟等人几次外线出手 将分插迅速拉开 首截 中国队23比16领先 半场结束时 中国队将优势扩大到12分 王志志上半场独得10分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加强内线突破 内线打开缺口之后 外线的机会也能很好摸破 周鹏和意见联都有强颜表现 周鹏全场拿下了12分4个篮板 意见联更是得到27分10个篮板 在克罗地亚第四节追分时遏制了对手反复 最终 中国队以90比82击败克罗地亚队 迎来近期热身赛上 有点消费